你都想不到 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问题少女啊 她每天夜里在自己家里啊 是坐在地板上生活的 你想到吗 她是一个坐在地板上的这样的一个人 她的家里就是你的家里嘛 我明明知道你们曾经一群人住在一起 在文涛心目当中 我从来跟性别无关 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 谁说的 你忘了昨天咱们俩 但是两小无猜的时候啊 还真的不一样 就当年我们俩在台湾泡温泉 你知道吗 好多人一起泡温泉行吗 对 但是呢 她一出门房间门 我也刚好出房间门 你知道虽然那么熟啊 她没见过我光榜子 我就是发现这个一个少女啊 她头一次见到一个很熟的一个男的 突然光榜子 你知道鲁豫那个反应就是一声 哎 不是 关键是泡温泉 你有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装备 就你得披一个浴巾什么的对不对 或者披个浴袍 文涛不是 文涛穿着一个短裤就赫然的 赫然的站在那个 然后你说她什么地方 她表现出她是个女性了 哎 她一下子冲回自己屋里吧 临头呢 还有这么黑 哎 当时佳辉你知道 我就词人的风采 我就引出来了 我们俩瞬间就说出来了 对 我就说 何修走 以门回首 却把青梅秀 对 这是我们俩的一个梗 但是 但是我们这个梗 在最近 我们俩再见面的时候 已经有了新的了 现在我们俩一见面 就颤颤预备的 直手相看泪眼 竟无欲凝掩 这就是时间啊 马爷 是 你觉得 马爷讲讲这个时间 这个日子过得快 这是每个人的感受 年龄稍微大一点呢 就我现在说 就剩唯一一个感受 就是日子过得太快 然后突然之类就变成老了 过去你还有很多心 有心的时候是个好事 因为有心只有自己知道 你比如你看那个女孩好看 你现在 哎 有各种想法 那马爷是比较纯情的 就你只想 从来不想到 要去表白一下吗 不是 他表白不过来吗 对 表白不过来 对 对 他这个各种对象很多 对 我们是一种 很多情的人 多情未必 这个 不豪杰 对 对 对 马爷的这个多情 他们说男人是多情 而深情 女人是长情 而绝情 我只体会到你绝情的一面 对 而且 但不是你要说他绝情 真的 我说这两位马爷 今天你们帮我这妹妹断一断 就说 我觉得他呀 这两年呢 出现了一个变化 就添了一毛病 就是爱哭 你知道那天呢 他送给我 他这本书啊 我也是半夜里躺床上看 我 咱都不看内容 光看封面的嘛 我看看 我说这鲁玉拍照 怎么能眼含 就是眼睛刚好在眼眶里啊 但是我仔细一看 你知道没有 他这一滴眼泪 流到这儿 哎 这我觉得这正功夫 就是说 当然你的脸长短正合适啊 但是我一下想起那个相声里边说那个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 对 去年一滴相思泪 今年方流到嘴边 你瞧 你能把眼泪 这眼泪我还真的是流了不止一年 我就是流了十年的眼泪 怎么讲 就是我过去不哭 现在哭了吗 那不就是十年一滴相思泪 今年方流到嘴边 你们给我的妹妹诊断诊断 他现在就是 哎呦 一采访啊 动不动就哭 你比如说啊 好像那天采访那个霍建华呀 什么的 人霍建华就说了一个跟林青如好了以后 就跟粉丝们就公开了嘛 说终于可以 我们俩手拉着手逛台湾的夜市 什么都不用惧怕 他就哭了 基本上 说点什么就哭 我是搞心理学的 我大学的本科 这个他说那个 这是生理因素 有一个临床心理学的用语 FTP 简单来说 叫大佬某一个区 到了某一个境界的时候 可能年龄可能身份 会变化 一变化呢 种种象征啊 可能在马爷在我身上都出现 第一个是性欲高涨 实欲减退嘛 实欲到他老师没告诉我 老师就说性欲高涨 然后呢就感情充沛 那其中一个就是容易哭了 你控制不了的 马爷 你现在觉得你爱流泪吗 我比年轻的时候愿意流泪 真的 那么年轻的时候人哭 大部分是委屈 岁数大的人哭 他大部分是感动 对不对 你自己想就这么回事 年轻的时候你不是领导批评一顿 也哭一鼻子 爹妈一说什么 你觉得委屈 你觉得我做的已经很好了 但是你为什么还说我 就哭了 我是年轻时候没哭过 我是深刻的反思过这个 我是17年 具体说是17年开始变得爱哭了 我以前很着急啊 就做节目你知道 就比如说嘉宾一哭 他们俩哭 咱俩不哭 就显咱俩很冷漠 但我是真的 只要是有人 我真是打死都哭不出来 可是私底下我是哭的呀 就跟你一样 但是什么时候 没羞没臊 当众哭了 我就是17年 突然我可能就是一个 慢慢的你自己不知道的 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就你可能自个儿就放下了 你记得第一次吗 打开的第一次吗 反正就慢慢采访当中 我就开始 首先我开始敢表达自己了 以前比如熟人在一起 别人说一个什么话 我不爱听 我可能就忍了 或者我想说我就算了 我老怕让别人觉得不合适 后来发现 老让别人觉得合适 我自己太不合适了 这事有点不对了 你直接说出来 对 后来发现其实也没什么 谁也不是纸糊的 你知道他现在说出来的这个词啊 就是说是这个 现在不是还流行一个词 叫什么回怼吗 怼 咱们这节目的嘉宾呢 我发现多是讨好型人格 好几个嘉宾都在说 我这个人就是老怕别人不满意 就好像在这个一群人当中啊 别人都是那么热情澎湃 那么性惊中人 我老是觉得说话怕别人不高兴 但是有的时候啊 这个人我不知道是跟年龄有关 还是跟什么有关 就会突然有一变 你知道过去有一个叫什么 衰年变法呀 或者画家就讲老年变法 或者说很多人讲 年轻的时候激进的人呢 到老了会保守 那年轻的时候呢 特别这个缩着的人呢 他会在这个中年的时候 有一个突然间 他就改成一个非常激进的 另一个范儿 我是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是特别愿意说话的 后来慢慢我突然觉得 人不说话显特高级 我经历过这么一个时候 我觉得好多 尤其好多女孩 就是一般 比如说话特别兴奋 说好多然后看就跟女孩 就不说话 我觉得那样特高级 我有意无意 其实在我觉得我要像这样 高级范儿走 这是一个初衷 但慢慢因为我们所处的 这个舆论的环境 你说话你说得多 言多逼识 容易被别人骂 然后加起来 你慢慢慢慢就不说了 后来发现高级这事不行 做不了 香港就把沉默当做深度 你不说话 让别人就看起来有深度 我这把肉麻当有趣 他这个这种高级 他说的高级的这个沉默 我们过去不是 我们那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那都是特别爱说话的人 一呜的人说话 就永远是几个声叠在一起 然后还有这样 就是说出来就有人急了 就一下他就摁着你的腿说 你还不让我说话 我就走了 他不在你这屋里待的了 就是你们太能说了 不给我一个说话机会 所以每个人都特着急的要表达 不是你知道我的朋友里边 像马爷的这种路数的 比较多 这个北京侃业 对 你知道最后我去过一个饭局啊 还是那种长条桌的 最后你知道是个什么 什么情况啊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 没有跟你吵架似的 你从外边进来 哇哇哇哇 你让我说 你让我说 哎这北京侃业 他这种 这种话 现在还是这范儿吗 哎呦 现在这种人少 我们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在编辑部嘛 那个碰着的作家们 很少有特腼腆的 都是脸皮特厚 然后说几话来 都是就觉得自个儿大 尤其在这种时间档上 你不让我说话 那你让我过不去不成 所以真的只摁着你的大腿 说你不让我说 我就走了 但是当然像咱们这个干主持人的 其实呢很多时候都是就是收着的 对吧 就是很多 我觉得主持人都有讨好心认格 这是职业决定的 这是职业决定的 你不讨好 你就跟人说翻了 对你为什么说来这的好多嘉宾 你都会说 哎呀我让别人觉得舒服就行 包括你也行 让周围的人觉得合适 我也是 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决定了 别人不说你好 你没有用 所以你干时间久了 就把自个儿伤了 对呀对呀对呀 所以就开始先哭 然后再怼 对吧 没有没有 我只是我是语言的巨人 行动上还没开始 就是你还真的是就是解放了 我因为我自己感觉 我到现在你说这个哭啊 我也挺爱哭的 但是挺有意思 又马爷你不知道 他以前看新闻联播都哭 我看变形金刚也哭 你知道就是 那是事实吗 因为他讲过好多遍 是是是 我们也有人相信 我跟你说 是是是 江慧 我的哭是一种什么呢 都不用看什么 我如果睡一觉啊 到大概中午12点 就刚起床的时候 就还没洗脸 眼里还有那个眼芝麻糊的时候 您就给我开电视 甭管是演那个再烂的电视剧 我听见一句台词 我这咬着被子咬就哭 他跟我说到印象最深的一次 我们俩聊天说什么 他说如果我喝橘子水 我爸我妈喝水 我就受不了 然后说了说就眼含热泪 我当时我就觉得这话 我接不下去 那时候给我吓着了 我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我的哭啊实际是有障碍的 比如说在陌生人面前 或者在台上是吧 我就觉得跟铜墙铁壁一样 就是按说主持人有时候哭哭 也挺好的 其实我每次心里哭得乱七八糟的 我只是表现不出来 我老说我要是做演员的话 我特冤 就我内心系特别丰富 但你看不出来 就我高兴也 这还冤呢 牢牢控制一滴眼泪流到这 这演员做不到的 这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请教专业演员 怎么表现 怎么表现 他就说让那个 说你就找一个 让你特别放松的一个摄像师 让他等着你 就大家都离你远远等着你 然后你就放个音乐 你就想你的事 你就别着急 让他捕捉你 然后当时就放那个歌 我就想我自己的事 就是他刚才说那个提醒我了 就是有时候你在一个场合中 他是有压力的 他有很多人都在 别人都在哭了 你好像很冷漠 其实不是你冷漠 你心里跟他们是一样的 但是你没法表现 你表现不出来 你一着急就更完了 就更没有了 对吧 就没了 所以我们年轻时候 因为这个教育在这儿 所以我就不记得 我什么时候 就是痛哭过 就没有过 你看我爹去世 对我是重创 因为我跟我爹感情很好 他走得又早 他走的时候 我四十多岁 他走了以后呢 就我都没有哭 我什么时候哭的呢 是我去取他的骨灰盒 这个有点太 就是过不去 就是你去取骨灰盒 那些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是按照程序走的 你把东西摆 搁到柜台上 然后你一抱着这骨灰盒 马上就不行了 马上就不行了 就这种哀伤呢 我想人一生中不会有几次 那是从内心的彻底的哀伤 就是我跟我爹是阴阳两隔呀 就隔在这儿了 这是我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 这个事已经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您说这个啊 我就想起啊 我有一种啊 是滞后的眼泪 这个很有意思 我看过一个这个科学家 他写的一个自传啊 他非常有意思 他就说跟他一辈子 白头到老的这个妻子过世了 然后呢 他那个自传里 哎呦 那自传这个结尾 就看着我感动 他就说 他说我太太就死了 他说我跟人呢 就说非常理智的 他说甚至都很冷漠 就是该办什么丧事 办什么丧事 完了收拾好他的遗物 重新打扫房间 我开始我的生活 他说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说是不是因为 我是从事科学工作的 说我怎么这么样的 对一辈子的一个老伴啊 五感简直是 那个书的结尾就写道 他说 但是半年之后 有一次我在灯下独作 从一滴眼泪流下来 到一发不可收拾 他才知道啊 就当人啊 受到绝大的这种 失去痛失的时候啊 甚至有可能 你当时心理学上讲 有一种行为啊 叫包扎 当年汶川地震 他们做心理辅导的 那个医生就讲啊 说你看有些人全家都死了 这个人在街上失神 而且跟人说起来 就跟说别人的事一样 他说实际上 你不要以为他没受伤 人的心里有个本能 就是受到伤害太大 你绝对承受不了的时候啊 就像紧急包扎 就把它压进潜意识 但是那个东西 可能在很久之后 我就说这个 这种滞后 我听您讲这个父母 我就觉得有一次 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深圳住 我的爸爸妈妈 在这个深圳住了半年 你知道其实是很心酸的 那年轻人想跟老两口一块住啊 真住的一块啊 整天吵架 没法过 于是呢 又不得不把他们送回 石家庄 就你们回去吧 回去呢 我就说 我说 咱们那个一辈子没坐过 头等舱 是吧 就坐飞机都没坐过几回 我说我一定要给你们 坐一回头等舱 然后俩老伴呢 背着那个背囊 我就把他们送到 那个深圳的那个飞机场 安检那个地方进不去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只能在这看见他 看着他 你知道深圳飞机场啊 你那个头等舱有个休息室 进去之后应该拐弯 他们哪知道 没坐过啊 哎呀 我就觉得亮亮呛呛 背这个包就往前一直走 我在喊 我说那边有休息室 那边有休息室 听不见呢 呱呱呱就这么 就走进去了 哎 我就叹口气 后来我就打车 回来 我当时也没什么 但是呢 就打车 回到深圳的时候 我自己 我自己第一次流那种泪啊 就是我不知道我流泪了 我突然觉得这儿有水 我这么一抹啊 满脸都是眼泪 你就 我不知道眼泪 是什么时候流下来的 就这种 在我一辈子里边 就出现过这一回 有一回这个 央视做一个清明节目 所以清明节目呢 就是每人上去 大概有个十分钟八分钟的一个演讲就完了 然后那次是在清华大学 我就上去了 上去一下呢 我就有点慌嘛 慌呢 我就得定定神 定神最好的方式 你们都非常有经验 就是我先看台里 我跟任何一个人看见他 我就比较安定吧 这时候我刚想往下看 咚俩探灯 就打我脸 我啥也看不见 完全是一片 底下一千人 一个人都看不见 就是一个黑幕 对 我要说清明 那我这时候我就 我就很清楚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就是我完全是在 对着一个黑暗的空间 去说话 那我只好说我最近的人 说我爹走了 怎么走的 我回忆他的事情 那么到最后 我那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哭的这种感觉 他自己就来了 忍不住了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 当众去哭 就是没有 我背着人我也不哭 反正我就是不愿意哭 但是他到了那个时候 后来我都听见 因为我在说话的时候 特别安静至极 底下的人都有哭声 我都听见了 听见了以后 他们有哭声 哭声是传染的 对吧 一传染 然后我就终于在最后那一刻 我本来想忍着的 没忍住就下来了 嚎啕大哭 没有嚎啕 好家伙 那个是那么多摄像机盯着 我在嚎啕大哭 我在蹲地上 那就成新闻 看不见人 看不见人 狂恶无人 对 就是那种 孤独斩在这舞台 就一个人的那个时候 现在知道怎么样 能够把一个节目 让那个嘉宾掏心掏肺 你就给他这么一个 两盏大探照灯 哗给他大 对 他看不见人 看不见人 我现在回想 我这么多年 我一直 我没有人 我各种哭 什么事都哭 一有人绝对不哭 我就觉得是因为 我没有安全感 我怕别人 看到我流泪之后 因为我的眼泪 就会知道我的很多事 弱点 我本能的 不想让别人 知道我的事 保护吗 对 我总觉得 任何人的事 你放在什么 聚光灯下 就被人一放大镜 一看 根本经不起推敲 然后 我觉得是因为 我对我自己 没有这种自信 然后自我认知比较低 我想有一个 比较安全的距离 我觉得潜意识是这个 那你怎么就变了呢 慢慢慢慢 就你昨天有一个 一个释放的一个渠道啊 为什么哭是好事 你哭的话 流泪 你把有一些毒素 就排掉了 你通过哭是一种释放 对我来说有两种哭 就马爷刚才说 一个人就没有人的时候 放声痛哭 我有一次就前不久 那种哭完全不是因为痛苦 就是因为你累 我录像完那次 录完演说家是到家 大概半夜两三点钟 就纯粹累 我一进家门 就在那就哭了很长时间 但那纯生理的 可是哭完之后 你就舒服了很多 然后就想我上一次 因为特别累哭 是当时坐早班车 就累得要死那会儿 就是我有过这么两次 然后再有因为是那种 你是感动也好 伤心也好哭 就是前不久 因为我们节目 好多好多年 好多小孩发了 很多这些年照片 17年 就是我各种感慨 就这种哭 他其实也特别释放 他特别特别释放 他说的一个累的哭 这个华盛顿邮报都登过 就是说哭的第一个原因 很多时候就是你累了 这种呢就是 而且还说 你像他那个时候 坐早班车嘛 我们讲就是 我说你就跟香港农民一样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是几点钟就睡了 反正老大爷怀疑 我做的不正当职业 没错 那个时候 因为没有人 那个大半夜出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农庄业抹了 就觉得 早上四点就得起来 报早班新闻 那个时候我不敢 没有 七点 七点新闻 四点钟起床 四点钟起床嘛 那时候我为什么不敢惹他呀 我一惹他 他说 闻到你小一点啊 我明天早上给你打电话 告你 我起床了 所以为什么就说 这个哭啊 我老是说有治疗作用 在我的这个朋友当中 有一个党 我把他们称为哭嗨 就哭嗨党 哭的那叫一个痛快 你以谁为代表 孙勉吧 孙勉 封心诚 就新周刊的那一帮人 都是喝完酒之后吗 喝完酒之后 反正为点什么理由都行 如果有人 有人做了一首诗 他就哭 然后你知道有一次 他们到深圳 在一个酒吧 在一个酒吧的一个包房里 这么十几个大老爷们你知道吗 就在那哭着给我打电话 我以为出什么事了 我当时住在深圳 我说出什么 我赶快去吧 我一进门 那个包房 我的天哪 所有的人哪 哭声震天哪 就是全在哭 问题是俩女服务员 坐旁边也哭 我说你们哭什么呀 他说 这对大老爷们哭得这么伤心 我们看着也不老人 女服务员不为什么 就随便找点什么理由 比如就是喝点酒啊 一说起什么 后来我问他们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啊 他说这个完了之后 神清气爽 这个是一个清洗 是一个清洗 我现在突然记得 我第一次看到大人哭 就我小时候 因为我是我奶奶带大的 我记得是76年 是毛主席去世 还是总理去世之后 当时大家不都哭吗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奶奶掉眼泪 那把我吓坏了 你想一个小孩 我当时才六岁 可能都还不到 那你没哭 没陪你哭 没有 但是我奶奶对我来说 她是 她像 她是我的靠山 她是我的天 然后我奶奶是不可能哭的 然后有一天 她就红着眼睛 就哭成那个样子回来 我就突然觉得 好像我的天 要塌 特别恐惧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会觉得眼泪 可能她是某种 对我来说 是某种负担 还是某种 像生活的重担一样 就是会有一种 一种压力 因为我听你们刚讲 那么多哭的经验 我想到 我想到是什么 想到我不哭的经验 那我为什么不哭呢 有一次 我女儿生病 我女儿在英国 暑假去上一个课程 那不小心感染了肺炎 当时不知道 有一次感冒 还去了医院 什么照了肺片 没事 那我跟我太太过去 然后看到她不对劲 再怎么吃药 还是咳嗽 发烧高销不退 然后我还记得 我还说算算 我们看中医 去伦敦唐人街 那个中医在三楼 没有电梯 我背着我女儿 爬爬爬 爬到三楼这样子 一直上去看 那还是没好 没有好啊 很严重啊 那只好把她偷运回香港 为什么偷运呢 因为你咳嗽这样子 不让你上飞机的 我们在飞机场 check in的时候呢 那个杨婆子看看 他可以吗 他可以上飞机吗 然后突然看到干嘛 我的定位的名字 是Dr. Ma 这马博士 他以为我是医生 他说 你是个doctor 我说 对对对 我是doctor 他就说 那凭你的 他以为我是医生 他说凭你的医学判断 他可以吗 of course of course 把我女儿 偷运回香港 不然的话 留在伦敦 可能治疗 我不晓得 反正当时 在伦敦也看了好几次病 都说她没事 就感冒 结果回香港 是肺炎 而且呢 可能后来才知道 那个叫做退伍军人症 对啊 退伍军 综合症 对 综合症 你觉得很好笑吗 我要哭了 我哭给你看 然后呢 后来呢 这叫香港治疗 一个礼拜 是每一种药 抗生素 我女儿都过敏 吃了没有用 一直一直 高消不退 连给她看 哈利波特 她是超级粉丝 一看就什么 都不看 居然连哈利波特 都拒绝 我就知道 不对劲了 真的是在生死边缘 可是呢 就在那个礼拜 我就不准自己哭 不准自己哭啊 因为它是 有趣事的可能性 为什么不准自己哭呢 我一哭呢 我就没有力量 来帮她 找医生 找新的药 做判断 因为当时要判断 要不要送进去 加护病房 要不要试某一种 高危的药 都要判断 要很理性冷静 我就不给自己哭 我一有想哭的冲动呢 我干嘛呢 开车 我就出门 开车车 在香港岛 开去九龙星界 开回凤凰 然后再开回港岛 然后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到后来终于 几乎是最后一种抗生素 一吃 好了 那个消退 然后退下来 过程里面很有意思 我女儿也没哭 到了好了的时候 她就好头大哭了 但她感觉说 谈吐了出来了 消退了 然后突然抱着她妈妈说 妈 我要回家 然后就哭 然后呢 我也没哭 因为我还有想办法 找钱去付那个医院费用 好贵啊 那时候真的心疼的想哭了 一看账单 那时候才哭了 对 一看账单 一看账单 我的天啊 怎么那么贵啦 来着钱 真的是真心的哭了 那时候心疼的哭 反正我都没哭 然后到她接回家了 安顿好 她回睡房睡觉 我跑回我的东宫 我老婆住西宫嘛 我住东宫嘛 关起门来 我就哭了 哭了好久 哭了半个晚上 所以我一重点在于说 你不哭了 那个不比哭难受啊 对 就是哭出来是好受的 对 不哭其实也很难受 我们的文化中 有一个特别不好的 就是说 就刚才我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嘛 那么很多时候都说 你要坚强 你不能哭 这是一个特坏的表达 其实很多时候 包括像温川地震的时候 有很多心理学家 就想办法让她哭出来 她只要能哭出来 就能释放 因为哭是宣泄感情的 最好的方式 或者说最痛快的一种方式 而且没有别的方法 排毒 华盛顿邮保说了 那个你知道眼泪当中 我就看到还有一种美 真的可以杀死90%到95%的 这个许多细菌 所以鲁玉 你看你现在多干净 刚才马家辉讲的时候 我特别感动 我是觉得啊 面对自己爱的人 不管最后那个结果怎么样 就当你女儿现在好了 我觉得特别幸运 就不管那个结果怎么样 你有那个机会 你有那个机会 在那时候帮她使劲 我觉得那就是最幸福的事 我觉得最痛苦的 当然最后失去那个亲人很痛苦 我觉得比那个还痛苦是 你没有那个机会 我觉得那个是 那个是让人无法承受的 怎么讲 比如说像 因为我奶奶带大我的 就是我奶奶去世之后 我才开始有能力去 比如照顾我自己 照顾我身边的人 如果她能够再多活 多活那么两三年 就是我可以去赡养她 就是你没有办法 就是你没有那个机会 然后她最后的一年 是在老人院 因为她后来是失智 那我先不能够去想象 那个时候 九几年的上海老人院 你不能想象她好还是不好 你只能够告诉自己 她是好的 那如果想象她是不好的话 那你自己是会疯掉的 但是那个时候你没有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 不能够去想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完全没有 去努力的那个 你说的我挺能理解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为什么我过去跟你说 我说我喝橘子汁 我们家人喝白开水 我就受不了 对 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就觉得 你这个挣钱呢 晚了一步 你明白吗 谢谢大家